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23号那天 应该是23号那天 23号那天在 耶路撒冷的 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的老城 犹太人的枯墙 犹太人的枯墙是3000年前 所罗门王 所罗门圣殿的遗址 那所罗门圣殿被 被毁过两次 大概距今 距现在3100年前 所罗门圣殿被建起来 也就是说当初 摩西拿到神的十戒之后 摩西拿到神的十戒之后 那大概经历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做了个柜子 所以把十戒的那个 那个戒碑呢 就放在柜子里面 被称为约柜 在犹太人的动荡的过程中 他们一直带着这个约柜走 一直到后来 大概300多年之后吧 应该是三四百年之后 所罗门王就在是 所罗门王应该是大魏的儿子 就在现在枯墙的 应该是在枯墙的位置上 建立了第一个殿 建立了一个建筑物 所以后来被称为叫圣殿 专门用来放这个约柜 时间在距现在不到三千一百年 那三千年肯定是有了 所以当他有了固定位置的时候 我们看到去年 去年 应该是去年底 川普宣布 要把美国大使馆搬到 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 特拉维夫跟耶路撒冷 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特拉维夫是顺意县城 顺意区政府 或者说长平区政府 那耶路撒冷呢 天门广场 大家其实他距离很近 但是呢 因为历史的原因 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 在由在这个 川普宣布搬到 耶路撒冷老城 那当时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这是犹太人 三千年来 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其实他标志的一个 原来听到的一个说法 以色列人跟美国人 再次联为一体 再次强大 有这个说法 在圣殿曾经经历过两次被毁灭 据现在公元前 大概是500多年的时候 巴比伦王 把圣殿给摧毁了 就是最一开始的圣殿给摧毁了 所以当时所罗门建造的圣殿 大概持续了400多年 那过后不久 他们又 在原 在那个地方 重新给建起来 一个新的 到了公元70年 公元70年 其实前后就跟 耶稣的年代差不多 罗马帝国 打进去 再一次把圣殿摧毁 当时的意大利的罗马帝国 打进去 把圣殿摧毁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枯墙 应该是那个时候留下来 所以自那之后 犹太人再也没有建立起圣殿 没有 但是在犹太的旧约中 在他的经文中记述 说所罗门王 圣殿将第三次被建起来 而这个 而被建起来 跟一个人有关 就是弥撒亚 这就是 在犹太西方宗教中 认为的 未来佛 未来的神 基督教跟他分开来 是因为 基督教认为 耶稣就是弥撒亚 那但是从 我们简单 很朴素的概念认为 弥撒亚应该是普世的 普世的就是 他来拯救地球上 整个人类的 而不隶属于 任何一个宗教门派 新的神 新的佛出现了 跟原来的一定有差距 一定有差距 那这是枯墙的来处 23号 结果其中一块石头 从墙里出来 它是墙里面 结果这块石头 就像被一种力量 从里头推出来 它而且有力量 它是窜出来掉下来的 这件事情发生在 7月22号的第二天 7月23号 在我个人眼睛里 会有故事发生的 会有很大的事情发生的 而这件事情的发生 却应对着今天的人 已经没有能力认识 根本不在乎这种事情 人们只在乎自己的贪婪 和在乎自己的 所占有的一切 和在乎自己的欲望 根本不在乎 以贪念 面对宗教 同样不会在乎 他只想自己 那他在 可是在我眼睛里 他真的具有 普世的价值 他在提醒着什么 首先一点可以确认 那提醒着某种力量 一种神的力量的存在 因为他无从解释 而人们的淡漠 就是末世情节 在我眼睛里 末世情节呢 什么叫末世 灵魂死了 就生这块肉了 所以表现出来 都是肉的东西 但是呢 很特别 美国人的做法 不太一样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美国首办部长级会议 推动宗教自由 7月24号 美国国务卿主持下 在华盛顿开幕 40多个国家的外长 80多个国家的宗教团体 非政府组织 参加为期三天的会议 改善全球信仰自由环境 是川普政府的优先事务 川普副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 都将出席这次会议 川普任命的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 是前参议员 叫做萨姆 他说这个部长级会议在全球 推动宗教自由 那在会上介绍中国民间家庭教会 叫做中国福音会的牧师的妻子 他讲述了曹三强牧师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在中国遭受迫害 北京有30多个家庭教会 23号发表声明 提到了中共体制中 对宗教者 对信仰者的迫害 在我眼睛里 这是一个相对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在中国发生的 而它发生的一切的原因呢 是中共体制本身的一种表现 而中共体制本身 在很多人眼睛里呢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邪教 这应该是藏传佛教的一个人 中国只有一个宗教 就是共产党教 是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在川甘宁地区 一些藏人在介绍当时对当地 对宗教迫害的一个现状 当地所有18岁以下的僧侣 必须回到先前注册的公立学校 就读 他们不得留在寺院里 他们必须服务于社会 叫石区县至少有200多个年轻僧侣 被从寺院驱逐 那四川的阿坝州 各寺院也开始送年幼的僧人 到公办学校活动 看起来它是接受公教育 对不对 但这个学校任何共产党框架下的学校 就是他们的宗教场所 宗教场所按照共产党的话 说宗教是给人洗脑的 所以他从六岁开始系统的给所有人洗脑 那他现在能够迫害的 他具体到每一个人 你不进入到学校 说你不被社会服务 冠冕堂皇的词汇 对不对 但他却做着最肮脏的事情 那同时间也是在今天了 明慧网登出了2018年上半年 共有43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 所以这个事情依然在持续中 他讲出了一些具体的案 事情在持续中 迫害也在持续中 而他最大的邪恶是中共 人们不能认清共产党的魔鬼的概念的时候 他的邪恶概念的时候 那人们会自然会遭受其迫害 而这魔鬼的一切 也是吸收着天地之精华 在风神演义中 在最后进入同关 遇到了眉山七怪 而猿猴会七十二遍 当时二郎神跟他打 大家就打棚平手 一点办法都没有 猿猴后来把他 把这个二郎神给带到眉山去 因为那是他的家 所以他要借助眉山的地势杀掉 二郎神 杨姐 那二郎神追到了眉山 在眉山的脚边上 遇到了谁 女娲 女娲 给他了一个叫什么 山河设计图 很类似老子的太极图 后来二郎神借助这个宝贝 就把这个白元给收了 把这个白元给框在了 这个设计图里面 框在了设计图里面 那从而逼他弄出了原形 而他的出现却相应的锤炼出 这些修行者能成形 那今天在我眼睛里看到这一幕 是类似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